第五题,小华将诱图中的仪器装在电路实验中观察到的结果如诱图所示,则关于此电器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了一个V,表示它是伏特剂,伏特剂要跟代测电路并联,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说此装置使用时不可单独与电池连接,以免烧毁,这个指的是安培剂,这边是伏特剂,所以也是不对的 选项是一说使用前要归零,这个是对的,安培剂跟伏特剂的使用的第一步骤都是归零,所以选项是对的 选项诸此伏特剂的读数为二词伏特,我接在这个3的位置上,所以我的读数呢,要看到3的这个位置 那么3的这个位置看到的结果呢,它指示的是两伏特,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测量结果应该是二伏特,而不是二十伏特,所以选项诸呢是错的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,则关于此电池的叙述和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使用前虚先归零